那诺贝尔奖金是什么呢 是这样的 在90多年前 发明炸药的瑞典科学家 诺贝尔去世的时候 留下了大笔的遗产 在他去世之前 他想到自己因为研究火药 而赚了很多钱 所以该把赚来的钱 用在促进世界和平 奖励那些对世界有贡献的人 于是他把财产的大部分 捐出来设立奖金 每年颁发五项奖金 颁给在物理、化学、医学、文学 以及和平有最大贡献 并且让人类因而得福的人 是谁来决定得奖人呢 他是根据三所瑞典的学术机构 和一所挪威的学术机构 来推荐得奖的人 每类奖金都设有一个委员会 以秘密开会的方式 来决定谁应该得奖 除了和平奖 可以由团体获得之外 其他四个奖只颁给个人 得奖的人可以得到多少奖金呢 每一个奖包括奖金 一万至两万英镑 换成新台币大约是 五十万到一百万 另外有一张证明 以及一枚金纸奖章 努贝尔奖金 每年都是同一个时间颁发的吗 对 每年的十二月十日 在瑞典颁发 为什么定在十二月十日呢 十二月十日是 诺贝尔的试事纪念日 如果我努力用功 将来有机会得奖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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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要呈现 我 感谢 你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